講個子題對不對 A國是一個四面黃海的長峽型島國 面積約22000平方公里 東西載而南北長 然後呢 A國之南北岸皆為岩石地形無沙岸 雖然不算平整但亦不算多曲折 那A國的東西部都是平整的沙岸或岩灘少曲折 然而在距離西部海岸線有13里處 有一個面積約2300平方公里的島嶼 叫做歐島臨近A國 試問第一個 如果你是A國法律顧問的話 你會怎麼建議A國 如何劃定他的基線 對A國會最有利 要根據1982年的海洋法公約回答 那第二個 某日B國一漁船在回程的途中 行經A國跟歐島之間的海峽 A國隨即派員通知該漁船違法 並且將其逮捕 其理由為A國跟歐島之間的海域 已經成為A國的內水 故該漁船未經A國同意 不得死入A國之內水 那如果你是法律顧問的話 你會怎麼樣回答 A國 那這一題要怎麼解呢 其實解題目不難 就是在於你要順著他的脈絡去走 你看他這邊問的兩個小題是 第一個是怎麼畫基線 第二個是如果你是B國的法律顧問 你要怎麼回答 對不對 所以我們翻過來看 在解題的時候我們就主要是 跟著他的脈絡去走 所以我們第一題 第二題就是照著他的那個子題來去區分 來去區分 所以第一題可以看到 就直接 以你是A國法律顧問的方式來去 來去回答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開標 最重要的是你要開標 你看喔第一題我開什麼 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規定 本文對A國之基線劃定建議為 原則上A國應以正常基線為劃定基線 然而西部海岸線英采直線基線劃定法 將歐島納入其基線範圍內 因此本文建議為 A國英采納海洋法公約第14條 規定做劃定基線制度 開標題在寫題目的地方非常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有沒有學過 可是在開標題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 就先給改題老師一個結論 這個標題就會是你的結論 你一定要在審完題之後 就對那個題目答案有一定的結論 在開標的時候 你第一句話就要寫結論 所以你看到第一小題的時候我就直接下結論說 原則上應該以正常基線 可是西部海岸應該採直線基線 然後下面再開始論述你的理由 理由一理由二 那再看第二題 第二小題 B國 不小心駛入了我們的內水 駛入A國的內水 如果你今天是B國的法律顧問的話 你要怎麼回答呢 你看我開什麼標 無人將提出 我B國漁船 於該海峽內可行使 無害通過權 就這樣子 就一句話 這句話就是 第二小題的開標 所以在解題的時候 第一個是你要很重點的架構 第二個是 你一定要把你的標題給下好 所以說在選題的過程中 在審完題目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先把 題目的架構先畫出來 像這一題就是 1 2 然後第1小題再分第1個理由 跟第2個理由 那第2個小題因為沒有理由的關係 所以就是直接寫一段 你們一定要懂得分點分項 這個你們應該原本就知道 對不對 可是 你說大家都知道分點分項 那為什麼每個人的考卷出來 還是分數會有高有低的差別呢 因為開標不同 你當你學完了一系列的體系 當你學完所有的知識之後 你要怎麼把你的知識 有架構 統整的整理出來 這是一個技巧 這個你們一定要練習寫題目 我以前 其實也是不太會寫題目的人 我後來怎麼去學習寫題目 是因為我去參加 行政法讀書會 因為我覺得行政法其實跟 民法或刑法比較不一樣 是行政法其實 它的階層很明顯 然後它的適用法條也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你在 我那時候在參加讀書會的時候 就看同學們之間怎麼寫 我就開始去模仿 來去學習 模仿之後呢 我發現那一套其實可以適用在所有的法律系科目上面 不管你是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 比較難啦 可是 主要是用在實例題 實例題你一定要第一句話開標就把你的結論寫出來 你不能夠 舉例來說好了 第一小題我們明明就是要畫14條 根據14條來畫直線基線對不對 可是你不能夠一開始就說根據14條 我們決定要來這邊畫基線 然後再開始寫說 地形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應該要怎麼畫基線 因為歐島跟A 歐島跟A島之間 距離在13海里以內 所以可以畫直線基線 你不能夠一開始就把這個理由寫在第一段 如果你把理由寫在第一段的話 你的題目就不漂亮 一個漂亮的題目是你一定要先開標 開標就要放你的結論 結論下面再分一點 寫你的理由 跟二點你的理由 第三你的理由 理由最多不要超過三個 理由最多不要超過三個 你要這樣去寫 寫完之後呢 再去做個結論 再去做個小結 漂亮的題目有架構的解答 應該是要這樣寫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 往回翻 先從入門的開始 我剛剛這樣講會太快嗎 解題目的技巧 等一下帶著你們寫應該就會知道了 好我們看第一題 是說明國際海洋法有關領海基線畫法的規定 並依此規定評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領海基線畫法的法律規定 跟國家實踐 那我們複習一下 你們還記不記得 基線畫法有哪三種 一個是正常基線 一個是直線基線 一個是混合兩種的 混合基線嘛 所以 第一小題的答案就是這樣子而已 第一小題的答案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第二小題會知道問什麼 評論中華民國跟中華的民共和國 有關領海基線畫法跟國家實踐的規定 所以你就可以再猜出一個指標題 寫中華民國的 領海怎麼劃分 的基線怎麼劃分 然後第三個小題去寫中華的民共和國的基線怎麼去劃分 那你說 如果遇到這種題目 全世界國家這麼多 我怎麼會去知道 說 那個國家的領海到底是怎麼劃分的呢 那 我是建議說你們可以偶爾看看地圖 然後根據自己心目中的印象來去 決定說要怎麼劃那個基線 來去決定要怎麼劃那個基線 像中華民國的領海基線你們一定知道 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你們沒有看過你們一定不會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看看地圖啊又或者是一些生活小常識 當作茶餘飯後閒暇之時看一看 也是可以增進自己的知識 好我們看一下解題大綱 解題大綱呢就是 我把題目濃縮成解題架構 然後把它分成這樣三個 你看我把這一題濃縮成 三個子題來去描述 第一個 第一個小題是海洋法之下的基線的定義跟分類 所以在往下就是會寫正常基線 直線基線跟混合基線 然後第二個小題呢我寫什麼呢 我國法律的基線跟實踐 所以我在往下開一個小標題是 我國臨海跟臨界區的畫法 那第二個小題是 我國直線基線的實踐 那第三部分呢我就去寫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跟基線的實踐 然後首先第一個標題我也是開 法律的規定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臨海及筆連區法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去寫實踐 你們一定要這樣去拆解 這樣你們寫出來的題目才會漂亮 你們可以先練習看到題目之後 先去試著在旁邊畫出樹狀圖 像這樣子的樹狀圖 你們一定要 在請題的時候旁邊先畫出樹狀圖 然後呢你才進一步的知道說你的題目要怎麼去寫才會漂亮 寫題目的技巧會展現出你一個人思考的脈絡 那基本上 法律 法律人的思考脈絡就會是這樣子而已 一定是要層層架構這樣下來 你看完一個題幹之後 你就要去拆解出來說他希望你回答什麼東西 你就要把它透過樹狀圖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 這是你自己心裡要有的 例如說剛剛像這一題好了 問你海航法公約的基線制度 第一個就是基線制度 第二個是我國的規定是什麼跟我國的實踐是什麼 第三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規定是什麼跟他們的實踐是什麼 所以基線再往下制度往下拆的話可以拆在哪三個 正常基線直線基線跟混合基線對不對 然後我國呢 我這邊把它拆成一個是法律規定 然後另外一個是實踐 那下面這個也是一樣 拆成法規 跟實踐 所以展現在題目上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 這個是你們的大標題 這個是小標題